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最近在中国商业舞台上引发轰动的事件 永辉超市与民创优品的收购交易 这一消息如同重磅炸弹,瞬间让市场掀起了巨浪 民创优品的股价开盘骤降近20% 市值蒸发超过70亿人民币 背后的股权变动与市场博弈更是错综复杂 不仅如此,永辉超市的现状也不容乐观 连续亏损的情况让投资者充满疑虑 这一切究竟会如何发展 民创优品的高层是否能在这场变局中找到出路 同时,中国央行也在面对经济挑战时 做出了重磅决策 向银行系统注入2346亿元的资金 并下条逆回购利率,以其刺激经济增长 这一政策背后蕴藏着哪些生意 未来的经济走向又会是怎样 此外,汽车市场的价格战也在持续升温 损失已高达1380亿元 经销商的生存环境越发严峻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紧急报告指出 许多经销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政府是否会及时出手援助 这些突发事件背后的故事 无疑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特别节目《突发事件》 我是主持人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讨三大热点新闻事件 带您剖析股市巨镇 央行注资和汽车市场价格战背后的复杂背景 与深远影响 首先,让我们聚焦中国商超行业的重大变局 9月23日晚间 永辉超市和明创优品分别发布公告 明创优品计划以约63亿元人民币收购永辉超市29.4%的股份 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这一交易迅速引发市场震动 明创优品的每股股价开盘后暴跌近20% 市值蒸发超过70亿人民币 为何这笔看似重磅的收购却遭遇如此严重的市场反应 背后隐藏的是复杂的股权变动和市场博弈 永辉超市的第一大股东牛奶有限公司和京东旗下的两家主体决定 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 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明创优品的全资子公司俊财国际 牛奶公司和京东的退出 意味着这两家曾经的投资者在面对市场压力时选择了割肉离场 值得注意的是 牛奶公司和京东分别以每股7元和9元的价格入股 而此次转让价格仅为2.35元 股巨大的差值显示出两公司在这场交易中的严重亏损 永辉超市近年来的业绩表现也不容乐观 受整个商超行业的影响 永辉超市的净利润自2020年起开始大幅下滑 2021年至2023年连续亏损 三年累计亏损超过80亿元 尽管在2024年上半年止住了亏损 但扣非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70% 市值从2018年的千亿高峰缩水至如今的204亿元 跌幅超过八成 名创优品希望通过此次收购实现战略布局扩展 毕竟永辉超市拥有850家门店 覆盖全国25个省份 但投资者担忧名创优品能否在收购后获得有效控制权 毕竟交易公告为明确董事会席位安排 这或许是市场反映如此剧烈的原因之一 资本市场常常是对未来信心的试金时 名创优品的高层需重新审视这笔交易的战略意义 进而找寻新的增长点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央行近期的重要货币政策调整 9月23日 中国央行向银行系统注入了2346亿元人民币现金 通过14天期逆回购操作 并将其利率下调至1.85% 央行还通过7天期逆回购操作注入了1601亿元人民币 利率为1.70% 这显示出央行有意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 以刺激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面临通货紧缩 房地产危机和债务激增等多重压力 消费者和商业情绪疲软使得经济增长乏力 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 但效果并未显现 分析师们对此次央行的操作看法不一 有专家认为这并不构成重大政策放松 但也有经济学家如宝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张志薇预测 未来几个月央行可能进一步下调七天七逆回购利率 以及存款准备金率 在即将到来的十一国庆长假前夕 央行此举不仅是为了应对假期前的流动性需求 更是为了为经济注入一记强新增 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美联储启动降息 市场普遍猜测中国可能会加快宽松步伐 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值得关注的是 9月24日 中国央行行长潘弓胜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卿 将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 这一罕见的联合发布会 显示出政府对当前经济形势的重视与紧迫感 全球券商纷纷下调 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高盛与花旗将预期下调至4.7% 摩根市单利降至4.6% 均低于中国政府设定的约5%的目标 这一系列的调整 反映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复苏的谨慎态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12日的讲话中 强调了实现年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性 呼吁各部门努力克服困难 推动经济复苏 未来的政策走向将对中国经济的走向 产生深远影响 最后 我们将关注焦点转向中国汽车市场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在9月23日下午发布紧急报告 呼吁政府关注经销商面临的资金链断裂问题 并指出价格占移使新车市场整体零售损失高达1380亿元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 汽车经销商们为了争夺市场份额 不得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车辆 试图通过销量来弥补亏损 然而 结果是越卖越亏 资金链的压力如同无形的绳索 紧紧勒住了他们的脖子 报告显示 经销商普遍面临现金流赤字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许多经销商在高库存和低销量的双重压力下 被迫低价抛售车辆 协会呼吁政府出台阶段性的金融纾困政策 帮助经销商度过难关 认为金融的稳定将直接影响到汽车流通行业的活力 特别是对民营经销商的支持 将对扩大汽车消费 升级汽车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但整体市场的健康发展却遭受重创 数据显示 今年前8个月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67.4万辆和1876.6万辆 同比增长2.5%和3% 新能源汽车的表现更为亮眼 前8月的产销分别达到了700.8万辆和703.7万辆 同比增长29%和30.9% 然而 价格战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经销商们的生存危机愈演愈烈 许多企业因资金流动性问题而爆雷 最终导致停摆 协会的呼吁显得尤为迫切 政府需要高度关注汽车经销领域的资金困境 果断采取措施 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总的来说 从商超巨头的股价闪崩 到央行的注资与利率调整 再到汽车市场的价格战 这些事件无不反映出当前中国经济的多重挑战和复杂局面 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和行业竞争中的每一个细节 都可能对整体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些事件的最新进展 并为您带来最权威的解读和分析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突发事件 我是主持人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股价闪崩 商超巨头 大变局 永辉超市和明创优品的股权交易 简直就是商业舞台上的一部惊悚大片 话说9月23日晚 明创优品宣布 以约63亿元人民币收购永辉超市29.4%的股份 成为第一大股东 然而 戏剧性的股价反应让人目瞪口呆 明创优品的美股股价竟然直接跳水20% 蒸发市值超过70亿元人民币 真是让人忍不住要无脸 这笔交易背后 隐藏着一场复杂的资本博弈 永辉超市的前大股东牛奶有限公司 和京东旗下两家主体 以2.35元股的价格转让了持有的股份给明创优品 显然这两家公司割肉离场亏得相当惨烈 要知道牛奶公司入局时股价可是7元 而京东则是以9元股入场的 尽管明创优品高层对这笔交易信心满满 认为永辉超市布局广泛 有850家门店覆盖全国25个省份 但市场却一点都不买账 投资者们担心的是 明创优品能否真正掌控永辉超市 而且两家公司公告中也没提交易后董事会的安排 这让投资者心力更没底 永辉超市的现状也不容乐观 近几年业绩下滑严重 2021年至2023年连续亏损 累计亏损超过80亿元 再看股价表现 9月23日的市值仅204亿元 相比2018年的高峰期缩水超过八成 搞得投资者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而且永辉超市处于无时控人状态 创始人张轩松持股比例已降至8.72% 总之这场资本游戏不仅仅是数字的堆砌 更是对未来的预判与信心的考验 明创优品的高层是时候重新审视这笔交易的意义 找出在复杂市场环境中心的增长点了 中国央行向银行注资下调14天亲密回购利率 在全球经济动荡的背景下 中国央行于2024年9月23日来了个大招 向银行系统注入2346亿元人民币 维护寂寞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这一操作通过重启14天亲密回购 并将利率下调至1.85% 显然 央行有意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 刺激经济增长 分析师们对此次操作见仁见智 虽然有些专家认为 这并不构成重大政策放松 但像保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就表示 未来几个月央行可能会继续下调七天亲密回购利率 以及存款准备金率 这一预期反映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复苏的关注与期待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通货紧缩 房地产危机 债务激增等多重压力 消费者和商业情绪低迷 使得经济增长乏力 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 但效果并不显著 在这样的背景下 央行的注资显得非常及时 尤其是在国庆长假前夕 这一举动不仅为了流动性需求 更是为了给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 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 同样影响着中国经济 随着美联储降息 市场猜测 中国可能会加快宽松步伐 为了传达政策意图 央行行长潘弓胜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将在9月24日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显示出政府对经济形势的高度重视 虽然全球券商纷纷下调2024年中国的增长预期 但政府仍在努力克服困难推动经济复苏 总的来说 央行的这次注资与利率调整 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带来显著变化 但却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积极回应 或许能为中国经济的复苏带来新的希望 价格战损失1380亿 协会紧急发文 中国汽车市场的价格战简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消费者享受了短暂的低价狂欢 但经销商却陷入了资金链断裂的泥潭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在9月23日下午紧急发文 呼吁政府关注经销商资金链断裂的问题 指出价格战已造成新车市场整体零售损失高达1380亿元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 汽车经销商们不得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车辆 试图通过销量弥补亏损 但结果却是越卖越亏 调研显示 经销商普遍面临现金流赤字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高库存和低销量的双重压力让他们苦不堪言 截至今年8月 经销商进销倒挂数据高达-22.8% 一级销售价格远低于进货成本 亏损严重 协会在紧急报告中呼吁政府出台金融纾困政策 帮助经销商度过难关 金融稳定对汽车流通行业至关重要 特别是对民营经销商的支持 将有助于扩大汽车消费 升级汽车产业 尽管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所提升 但整体市场健康发展却遭遇重创 8月销量几乎减半 许多品牌为了冲刺销量目标 不得不重新加入价格战 数据显示 今年前8个月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67.4万辆和1876.6万辆 同比增长2.5%和3% 而新能源汽车前8个月产销分别达到700.8万辆和703.7万辆 同比增长29%和30.9% 总的来说 这场价格战对经销商的生存造成极大威胁 许多企业因资金流动性问题而爆雷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呼吁政府关注这一困境 果断采取措施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希望政府能够及时出手 帮助经销商渡过难关 恢复市场正常秩序 让整个汽车行业重新焕发活力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do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